美女和富豪,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能掀起一段热议风潮,香港富豪圈更是能够出演几部年代大戏了。 纵观香港富豪们身边的美女们,发现富豪们追女孩的手段真是层出不穷,除了名牌包包、钻石、豪宅等常见手段之外,他们还喜欢把他们带在身边,成为商场上并肩作战的左右手,一起缔造商业帝国的传奇神话。 香港富豪的刘鸾雄将助理甘比取进了门。早年,在刘鸾雄身边一直围绕着众多美女,比如港姐李嘉欣、明星关芝林、蔡少芬等经验了一代人的香港女神都曾是她的情人。 可是她在晚年的时候,却选择了助理甘比一起共度晚年生活。说起甘比,她曾经是香港一家娱乐媒体的小助理,经常采访娱乐明星,因此结识了周星驰等明星,和他们关系还很好。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,甘比受到周星驰的推荐,被引荐到刘鸾雄旗下,真性情,高情商的甘比给刘鸾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通过工作的接触,刘鸾雄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。 2002年6月,23岁的甘比辞去了记者工作,专职担当刘鸾雄的助理,协助她的工作和生活事宜。 长期的相处让两人的感情愈加深厚,虽然甘比、吕丽君和刘鸾雄的感情状况纠缠了十多年,但在2016年,据说两人已经领证,甘比也正式成为刘鸾雄法律上的妻子,并育有三女,从小记者到首富太太,甘比也算首的云开见月明了。 澳门赌王和红这一生也是女人缘旺盛,先后有四房太太,而现在还陪在她身边的四太太梁安琪也曾被她安排在身边一起工作。 1986年,自从梁安琪在舞会上义舞成名后,她便成为了和红的固定舞伴,被和红在和家赌场的账房做文员。 梁安琪也很争气,一直从基层努力做到公司董事局,在工作上,成为赌王和红身编离不开的得利益助手,在生活里,她也陪伴和红身走过了二十多年岁月。 2018年超可爱狗年吉祥物狗狗来卡,大家一起来狗狗望得福。 请点我,李嘉诚则喜欢和爱妻一同打江山。作为香港首富,李嘉诚也喜欢在工作中谈恋爱。 李嘉诚和爱妻情投一合,虽然两人的婚姻多惊坎坷,受到不少人的反对,但是李嘉诚很有志气,在婚后也想要通过努力来证明自己。 在李嘉诚奋力打探事业时,李嘉诚也让爱妻庄明月从旁辅佐,陪她白手起家。 在事业有了起步后,庄明月还曾出长江实业的执行董事,成为公司的决策层的核心人物。 李嘉诚众多成功的商业案例中,都可以看到庄明月的心血和智慧,两人携手同心,也成为商界中夫妻二人共同打盼的代表。 影视大亨邵逸夫和第二任太太方一华一同打造了邵氏抵国。 邵逸夫一生只有两个妻子,她与发妻黄美珍结婚50年,一路相夫教子,可惜天渡红颜,1987年,黄美珍在美国病逝。 邵逸夫的第二任妻子方一华则是50年代红扁东南亚的歌星,她们的感情也在工作中累积。 1957年,退出歌坛的方一华受到邵逸夫的邀请,在邵氏企业的采购部做职员,熟悉公司各部门业务。 逐渐成为邵逸夫事业上的得利助手,也为邵氏集团的壮大出了不少力,如无限电视台的镜头和邵氏影城的成立,都离不开邵逸夫对邵逸夫的帮助。 邵逸夫 邵逸夫90岁高龄时,迎娶了红颜知己方一华,也算是对这几十年来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的一个交代。 俗话说,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个和他并肩作战的女人。 而这些富翁也用真实版的办公室恋爱告诉我们,最好的爱情是和你并肩而立,共同俯瞰着。